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台北市政府前一波已经提出九大疏困措施 接下来也要发布振兴方案2.0版 针对产业商圈市集展演活动来刺激消费 并且还有熊好券大公车抽好礼 敬老出资金等鼓励方案 为北市经济贡献心力 这疫情已经两年半了 这疫情过两年半 其实在一开始 各国的数损 防疫钞票 这两年半有大概那些 疫钞票的并化整年开始出现 刚好今年就加上任务战争 一开始打的时候 没人知道说拖这么久 所以有人估计说这个大概 因为任务战争 股票大概正化了赵美人以上 那我在国内 本来就通常已经开始出现 加上最近电价再涨 我认为这个 这个股价会更高盛 那在这状态下 你知道吗 这个公共本贷的短期会结束 那我们市政府在 在6月初就有几个月初的 虚困方案 防疫苏困战争不然 防疫当然就是在减少 这个感染的人数 苏困一代一定有那个受伤的 比如说受伤的产业 我们要进行这个区域 那我们一开始是减出减罪 援助援税 在6月初就不过了 那现在疫情比较趋满 大家比较感到市面上的手动 其实在 当然将来疫情会不会恢复 不知道 还是会变成 那在现阶段 我们要开始做振兴 产业振兴 不过在振兴的时候 我们思考说 在振兴过程 是不是也要加上转型 那么也因为这样 你知道 我们这次的其他振兴方案 不管是产业 商圈 展演 市集振兴 交通 还有这些消耗 我觉得这个 金卡卡跟耐心卡的优惠也比较好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振兴以外 在推进这个时候 顺便把转型也带进来 那么在振兴方面 我们台北市还是一个中小企业 所以我们也 跨性电商大概还是未来的世界 一定要做 所以我们有一个 台北市跨性电商 产业发展中心 S&R 来帮助我们中小企业有办中 跨性电商 因为现在还是有民传 所以要做这个专家团队 扶导台北的中小企业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有那个 会做一个专家团队 就补导这个休闲农场的一个推动 那么除了这些一块 专老界是我们最近在做政策的 推出一个区别 当时发的大概5.53亿 那么倍速效率大概是1.7亿 所以说一下大概有9.52亿的效果 不过我跟那个甄政院秘书长讲说 这个倍速效果能不能透过 监狼感性再给它 所以我们去年发休闹军之后 接着我们也找了那个决界 然后那休闹军的效果再影响一点 我们发现大概有个缺点 因为数位落差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推出休闹军 可是如果它有数位落差的地方 因为有个店家 比如说有个店家没有 所以发现我们那个 那个叫做大折全大 零家共资的 大部分集中在 差不多推出社的店家 赐料大陆的那种消耗店 所以我们就是 针对去年推出的一些缺点 做一些修正 第一个我们会建置一个 所谓的数位台北馆 叫做八一台北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带动 二十三亿的商机 主要是不只是政兴 我们要带动企业转型 所以设置这个数位台北馆 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常设馆 让中小企业 它可以把它的服务跟产品放上去 所以我们预计是一家 一百家 然后放一千个所谓的服务的商品 或它的相关的内容 那这上下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台北市优势的产业 我们会帮它办专案的拓销活动 也就是我们希望跟国外一起 所以这样整个会是一个 把商品跟服务 在一个台北馆上面行销到全世界 第二个是成立台北市的跨境电商产业服务中心 产业发展中心 这个是我们前一阵子市长才去开幕的 主要的内容就是 我们会要求我们相关的服务团队 会由企业顾问团主动的来做协助 然后第二个会成立电商的大讲堂 建立台北市的跨境电商的学习平台 也就是很多的企业 他可以将他的人员来上这个大平台 他就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来做跨境电商 最重要我们还会有一个 跨境电商的产业联盟 第三个是市集的振兴 市集振兴就是大家最近的看到台北市 有非常多的市场上商圈正在做振兴活动 我们目前在商圈活动里面 会投入了将近一千五百万 那串联商圈活动里面可以看到 前一阵子发生的是 北溢开幕配合的逸奖券 还有接下去的白州之夜 还有胖卡加棉花 我们都会跟着商圈和活动一起来做出销 今年会投入一千五百万 第四个是餐饮振兴 餐饮振兴也是我们这一次 大家在用的数位支付现金的回馈 将近三千万 餐饮怎么振兴呢 我们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餐饮振兴的方案是 我们这个部分是跟支付业者合作 这是一支手机 你用你的手机去点选我们的振兴方案 数位回馈 台北市的振兴2.0 数位回馈方案 每一次你去消费 你就可以用这个电子支付 点选这个方案的话 就回馈10% 那上限每次消费是100元 那每一个人可以最高上限是500元 那我们预计总共的成效 有1万家的添加会参与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 我们发出将近三千万 那才带动超过三亿的营收 我们希望带动参与列者数位升级 也就是这个并没有限制任何的 只要你用电子支付 都可以给大家游会 所以数位支付现金回馈三千万 我们希望带动三亿的营收 第五个部分是展演的振兴 展演的振兴在艺文跟策展部分 我们补助将近三千万 另外一个是小军案 小军案的票根 你可以拿这个票根去换 猫籃跟儿童性能有的营收卷 我们预计提供10万份 希望能够带动将近五千万的商机 除了艺文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促进到三千万的地文商机 第六个是大家最关心的熊豪卷 2.0% 老师长已经说了 熊豪卷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检讨 而这个检讨里面 现在我提出不同的票券 除了去年的五大券之外 金融加入了所謂的農好券 也可以買一些農產品 目前為止 預算已經編列 會送到市議會 等於預算通過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實施 六道票券裡面 總金流將近是5億 我們希望能夠自己消費 最後一個是六六大選 六六大選是 各位都知道去年 我們有所謂的 淨老愛心卡的出資 那今年我們也是把 淨老愛心卡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還是有剩餘 所以我們剩餘的部分 我們就拿出來 再回饋給所有的 愛心卡跟淨老卡的使用者 所以每一個人 大概可以靠他出 成交六百六十元 那他也一樣 等同現金可以去做一些消費 北市府希望各產業商家 業者及市民 響應市府振興方案 共同推出優惠促銷 北市也建置專區 歡迎民眾搜尋 此次振興包括七大內容 其中雄號券2.0上代追加預算 月底送議會 會再與議員們做溝通 上限時間 要等議會通過預算後 才能正式上限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好 你們很開心一下 我們今天的七大內容 請發揮 請發揮 請發揮